我們剛好利用這機會跟大家分享一下 網頁上的文字或一般大部分都是網頁上的文字 大家在看的時候 如果這一句你要複製起來 你都會很辛苦的從這邊直到這裡 這樣其實不用那麼麻煩 1 2 3 你看這樣不簡單嗎 如果你要選這一段更簡單 1 2 3 所以你應該知道只要會 它必須要有一個段落 對 它就是選一個段落 1 2 3 1 2 3 那如果我要選兩段 喔 跳跳跳 我只加一個 加這個 因為我剛剛現在是不是選了第一段對不對 你只要在按住鍵盤上的Shift 你們有沒有檔案總管要加選檔案 Ctrl、Shift都可以對不對 因為我這一段已經選起來了 我現在這一段已經選起來了 所以我只要在按住這個 再加選 點一下另外一段 它就會再選起來 就是這樣 你看我再做一次 1 2 3 1 2 3 1 2 3 有沒有選第一段 我現在按住Shift 點它一下 有沒有這樣 就點去 那如果上面這個還要 再點它一下 有沒有就散斷了 這樣就簡單 所以你從上面選下也可以 從下面選上的意思一樣 那如果點兩下咧 點兩下就是一個詞 如果它認得的話 登登有沒有就工作 登登有沒有就影響 所以不用那麼認真這樣好嗎 這樣勢力會變差 講到這個我順便講一下 網頁上的字 如果你覺得字不過大 要放大怎麼辦 點四下 點四下 我只能跟你講 四下無人的時候 你點四下沒關係 沒有人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這樣我跟他講 這個 一樣這隻 中間是不是有這個 滾輪 對不對 往前 往後 但是呢 還要加一個東西 這個 滾輪 欸 你搭配這個 你 網頁就可以放大縮小 往前就放大 往後就縮小 我做給你看 你看 滾輪按著 往前 有沒有放大 往後 有沒有縮小 欸 這樣就可以了 如果桌面上的圖示呢 桌面圖示 這隻也可以用 我用給你看 現在這樣 有沒有覺得 有的人覺得比較小 按著 滾輪滾輪 你有覺得比較大嗎 有 有 有 還是我再更大 沒關係 看你自己的需求 有沒有 桌面也可以喔 嘿嘿嘿 所以說 這樣 是不是就還蠻好用的 你就可以試看看 這個是 我們在網頁上的 這個都可以用 那這樣看相片也可以喔 相片本身就有相片自己的放大桌小 你就不用用它 對 對對對 其實我順便分享一下 你們那個鍵盤啊 我剛剛看那個 老師很貼心的 在這裡準備一個鍵盤 好不好 我今天不是要講這個數字鍵 要講這個 你看 我們鍵盤上 有沒有兩顆微軟的LOGO 有沒有 這兩個人應該有餘 沒有 你按看看會出現什麼事情 你現在按字不會有什麼事情發生 都沒有發生事情 對我按一下 有沒有出現這個 這個其實就是開始 但是大部分大家就是 開始之後就結束了 因為想說按這個沒事啊 它不用加D嗎 加D幹嘛 就是這個符號加D 然後到桌面去嗎 那個是回到桌面 其實那個按鍵啊 有很多功能 我部落格上有寫 但是我要特別講一個 是跟大家放大有關係 因為我們每個軟體都有自己的放大工具嘛 那其實你可以這個 跟剛剛一樣 加那個 那個什麼 鍵盤上不是有加號跟減號嗎 你就這個 鍵盤上的加 你有沒有覺得我放大 有沒有發現 我就把整個桌面就放大了 所以你今天如果不是網頁上 我們剛剛講那個放大是網頁上的放大 對不對 那如果你是文件的放大 你用這個是不是就可以看 有沒有 用這個放大鏡 這就是Windows內建的 就是Windows那個符號 加上加號跟減號 這樣 有沒有又可以再大 又可以再大 對不對 只要在螢幕上的都可以放大跟縮小 這樣 多學一個 你可以參考一下 其實 那個案件事實上是有作用 只是大部分大家都知道 真的只有開始就結束了 因為你就按一下就沒了 可是你要搭配組合鍵 請問一下 譬如說我們這篇文章 然後查一行看不到 我會想要全部看到 那就沒辦法 你就只能縮小 對 看你是縮小還是那個 就是捲動 可是有的月面好像不能縮小 要看 你如果是網頁上比較沒問題 那如果是那個軟體的文件的 可能就要看應該都會有捲動 都會有捲動 對對對 因為你超過那個範圍 它就一個螢幕就容納不下 就比較沒辦法 這樣 謝謝